9月30号 正在火热上映中的电影 缝纫机乐队的导演 大鹏 董晨鹏也是来到长沙 进行了宣传工作 当没问到拍摄的两部电影 都是走小人物蜕变时 想跟观众具体表达什么时 大鹏也是很认真的做起了回答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 它最重要的是跟观众产生一种互动 有很多的导演在电影当中追求自我表达 当然我也在追求这种表达 不过我觉得比导演的表达 更伟大的是观众收获到了什么 比如说你去看电影 在那两个小时里面你开心了 或者你感动了 或者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思考了一下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都叫到达 所以比起表达 我更在乎的是到达 因为每部戏都有很多演员参与制作 所以不知道导演 到底是怎么说动这些艺人的呢 我觉得比起我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那些人更伟大一点 比如说在缝纫鸡乐队这部戏里面 其实是有范伟老师和周东宇 他们两个都是金马的影帝和影后 按理说其实我这么一个小人物 他们是影帝和影后过来捧场我 扮演一个配角 其实是委屈人家的 所以这个问题问给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更厉害 他们愿意来帮助我这件事情比较厉害 我觉得人与人的交往是一个镜子 就是你冲他笑 他会回报你笑 因为国庆电影档竞争特别激烈 面对票房的问题 大鹏也是很大方的表示 自己对票房没有过多的预期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实打实的评分 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 佛人集约队在整个国庆档期的表现 我相信他会走到一个 让大家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终点 但还是那句话 其实票房并不是出发的理由 但是它的结局一定会比 煎饼侠的票房更好 谢谢 猛拉新闻 宝宝们 国庆假期 记得去电影院 看起来呀 把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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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